接著看這題,化減這兩個份數雙加 我們就可以想起兩個份母雙乘 4x-5乘1-6x 想起,媽媽本身是4x-5,現在可以乘別人的1-6x 所以兒子接著乘2,然後乘1-6x 再加3,又乘別人的媽媽,本身是1-6x 所以我們就乘4x-5 所以份子爆開,就會是2-12x 再加12x,然後就-15 份母我們不用爆開,份母這樣是OK的 所以就不需要刻意把兩個割口拆開 所以我們就繼續抄個份母,4x-5 乘1-6x 份子我們會看到本身的-12x加12個抵消了 所以剩下2-15,即是-13 這個就是最終的答案